我打對ad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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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歡迎收看異知大國際 三個完全沒有真 Simmons總括 我們決定正常 我們披發坊ain 嘩 看他在想uje 我是他在想 我們今次的題目是 山王狗 動物倒冊 又或者是器官 你們看我,我等一下看牌 20 19 18 3 2 1 停 我是老實人 我剛剛才看 他們寫的是一個 位於亞洲地區的一隻鳥 又稱男頭灰狗 真是灰狗 很灰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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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寫了 我以為是男頭的打巴士 有男又灰 男是男方的男 對,我會說 他是中國西部山上的一隻鳥 哪有西部 哪有山上 他應該是會寫的 你繼續說 他是山最高的地方出現的 就是小鳥 山上 山上 他不會飛的嗎? 他只是 有 高 高 其實他是日本的一隻鳥 因為日本當時有那麼多的天物 其實也會有館 而這隻鳥的國官 其實很像天的國 他住的地方就是日本的一座山 所以不像高門 所以就是山的 OK 山王溝 是一隻溝的種類 他最早被記錄在案 就是送接的時候 在桂林安林山路被發現 而這隻鳥又被稱為鳳 對 對 你再說一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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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停過 他的鳥又被稱為鳳尾 因為鳳尾巴是草耳金黃色 他有一個雜性 是會霸人的穿籌 而穿籌 也是這樣 山王溝 有收飯 為什麼 你不收他們 你收我 你收我了 是 山王溝 其實它是一隻泰國的雀鳥 那它的主要來吃就是榴槤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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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說一句 它那個榴槤熟 但是它會結下來 然後結下來 開開一口 開開一口之後 就會引起這種雀鳥 來吃它的肉 我知道是它的 不不不你先說 它也可以得到它應有的 我會後悔的 那吃榴槤也吃了 等一下 我想知道榴槤是真的會熟完 之後掉落地再爛開 對啊 你這個有牛逆box嗎 那是個 我都在榴槤box嗎 你在一個平衡圍組裡面 其實牛逆是死的 那你就是沒有地生的 今天是很臭的那本書 我覺得它值得兩張 我不是榴槤熟的 你怎麼說是KEEP 你有沒有聽到榴槤熟的女生 沒有啊 什麼來的 我想過榴槤熟的女生 不是那個榴槤熟的 天空地老榴槤熟的 天空地老榴槤熟的天空 其實青春很喜歡榴槤熟 是跟那個山王扣一樣 你有沒有癌 我可以背出來 我相信你 但我不相信你的答案 阿呂是老實人 夠了 夠了 我不會後悔 我不會後悔 我沒有給你兩張 算了 你那個榴槤就開了 這個山王扣就是穿炒 扣戰的樣子 不會穿什麼 好的 好的 YES 我還拿得這麼兇 沒有啊 我還是覺得是籃球會夠 你有沒有聽到聲音啊 一種溝鑑哥的料理 淒息於亞洲地區有名 灰頭藍灸 阿呂 除了障礙 OK 今次的題目呢 就是 雨萍講八字 我們也不知道八字 難度是三個 並且沒有任何提示 來吧 我們開始抽一下誰是籃養 我想最籃養 最後是名門的安排 好籃養辛苦 好籃養辛苦 好籃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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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 十一 四 三 二 一 一 來吧 我可以先提示這個籃養嗎 那Juan先 為甚麼 因為他很坦白 其實雨萍講八字 講八字的意思就是 八隻十字一直到 生仔用十字 那為什麼雨萍呢 就是講古代 一媽媽生完 可能不能餵寶寶吃奶 那他們呢 就要找 禮糧 那 還有 或者他們都會用一個工具 來幫忙餵奶 等一下 忘記了 忘記了 那 那 那 怎麼可以去到 真的太長了 對 真的很多字 其實我自己在翻譯 然後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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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不堅持 他 大家很想知道 你最後有沒有出了些什麼 我想知道 你最後是什麼 那個工具是甚麼工具 到我 其實他是一個功夫的雕塞 名 平光不精 雕塞 不是 是說那些 最有名的 或者最厲害的那些 他會數出來的 就是 六點半棍法 七雙拳 即是六點半棍法 六點半棍法 六點半棍法 是六點半棍法 是六點半棍法 是五點三棍法 是 是 是 三點三棍法 但是 泳昌是真的叫六點半棍法 即是他們那套棍法 八雙拳是金龍 所以他不是在同一個系列出現的人 是一個武功 即是從一數到八的合作 八數是 與平廣八字 我怕黃標 你會生出來 我會聽 我會聽到第二首 我會聽完 因為其實與平廣八字 就是名稱全棋裡面的一個人 那他就是一個作家 然後寫那些全棋的 我本來也是這樣寫的 所以我不懂 即是他是一個人名 是人名 他是日本人 我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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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是 與平廣八字 是出資一本解經書 他是用來形容 他用來形容 他用來形容 解經書 是不是講經書的相反 就是住 即是九經書的住 還有Vicky 就是下面的連結 對 其實與平廣八字 是一個scale 小朋友他們喝 全部手指 他們太過不一指 所以他們 最後找了一個uniform skill 就是 他們拿著人家 那他們就要找一個universal skill 其實有 廣六指 廣四指 還有廣八字 所以就 depends on 他們做的瓶有多大 所以這個其實就是 他們用 煮牛奶瓶的一個 一個 測試 好有什麼sense 我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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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這個真的很糟糕 很糟糕 6點半身 很糟糕 我覺得他應該是真的 可能是你的部分 對 可能我說得很糟糕 他們是不知道怎樣 像棍子要畫到六點出來 即是他們的武功 那種狂 不知道 那我先收拾 但我都不覺得你是真 那你 那我呢 那我幾人做了 解經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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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ference 所以今天先給我一個收集 解經書 解經書 那你先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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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我覺得這方面很老實 我覺得這方面 是教育方便很女神 好 到你了 好 他都很長 我們全部都沒有 出自一本解經書 要形容觀音女性形象的其中一句 張作十六歲同女上 與平王八字 周三倍 我真的不明白 同偶之空語特高分四字 堅實不傾 高護下量 高護下量 他都長度要 高護下量 高護下量 恩廷他說他不懂得說謊 但剛才他那個文章 是很神人的 吹得很好 這個八字 可能將來的奶瓶就會用這個 你的兒子用多少字 恩廷八字 哈哈哈哈哈哈 真的有分四字 他的高度就是四字 他其實是說 半陰女性形象 真的說他那個空 有多大 嗯 你叫半陰高霸 你叫半陰高霸 是半陰高霸 是真有其事 我的天啊 你不要管八歲 不然你拍片是六點 我這次 你用六點半身形的開頭 你用六點半身形 你用六點半身形 神經病 這條就是一條圖片來的 那圖片就是這樣 又是沒有任何提示 難度又是三 大家給他想 半二十五 十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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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第一條圖片 這個是現代英國畫家畫的畫 他是喜歡模仿以前埃及古畫的一個畫家來的 那這圖畫 他是1980年代一個英國畫家的畫作 那畫裡面的人形象呢 一邊就是有穿衣 另一邊就是沒有穿衣的人 誰是拿著一袋的東西 那是反映了一種無知的... 的確他反映了無知 我以為是反映了他們沒有衣 然後現在去買衣 他沒有寫下去 但是我的理解就是 他沒有穿衣 但是他拿著很多東西 他以為自己很婦人 但是他不知道 他自己生活在低一點的社會階層 他不知道如何 你很想 沒有 你先收回來 那其實是一個諷刺 現代社會的一個畫作 最後給你們 我可以吃了 他們全部都喜歡吃流年 好 這個是1992年沙地阿拉泊紀念版有票 就是這麼簡單 嗯 這個是一個來自佛羅倫斯的手冊盤 裡面就是一堆小朋友在玩的枕頭大戰 裡面有些小朋友沒有腳的 他們在玩枕頭大戰 他都沒有拿枕頭 不是啊 他們只是這樣寫 那以前為什麼人家枕頭不同 誰是枕頭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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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手冊盤 佛羅倫斯小生 誰是枕頭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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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呢 就是英國作家安東尼克尼的一本著作 The Heaven裡面的一本著作 而這個是錯版 那看到手的數目是不一致的 所以他現在已經奉人了在萬斯斯特圖 我發覺呢 當太多Hotbacks的時候 Pong Sir都是 尤其是 尤其是由他講的 我開心啊 你沒給到SCOFFING 我給我 你不給他 我也不給他 好 第二張 我覺得 我要先給 我覺得太誇張了 每個人都爆光 回家 找什麼事 我在枕頭大戰 很灰 沒有給我兩張 大家 我來拍 Yeah 喝吧 看我 她是佛羅倫斯 喝吧 嘩 真是枕頭大戰 我以為沒有手沒腳的人 說枕頭大戰 以前的枕頭可能是很硬的 所以一打就沒有手沒腳 你要試試試看 不要試試看 沒有藍的 藍的藍的藍 我們先去灰 灰 算了 灰頭 不然你以後的網名 就叫藍頭灰 不是啦 沒有網名 不是 那個網名是不是 山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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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就到這裡 不知道大家喜歡看這個 正常玩法 還是沒有老常玩法 記得留言告訴我們 謝謝各位嘉賓 今天上到這裡 記得訂閱 還有追蹤我們 IGI 有Youtube 也有訂閱 Facebook 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 有 有沒有人想學剪片 狂呀 賣心得 剛剛想開始拍Youtube 或是投身剪片行業的你 見過外面很多學校 或正規課程 都沒有專門教剪Youtube的技巧 有心得 所以我今次就決定 不是教結他 就把我這八年的剪片經驗 全部group 做一個速成班 放心會由零開始教起 手把手教學 四課一定學會 除非你太蠢 但你看我 你也應該知道 就不會有可能搶得過我 IGI的兒子 報讀這個班 你還可以得到 我這麼多年以來 存在的超方面剪片素材 另外我自己也有很多 Youtuber朋友 是很想請剪片的 這也是我自己開這個班的 另一個原因 就是我真的剪不切 如果有興趣的朋友 可以在這條影片 留下的Description box 按連結 報名 多謝 拜拜